宋慧乔和黎明稿正在约会,还公开穿着情侣装在机场。 宋慧乔和亚洲男神黎明稿的形象正在广泛传播。 我们一起了解这个热门消息。 最近,宋慧乔的名字一直被扯到有关前夫送中击的讨论话题中。 这让宋氏美女受到了不少困扰, 尤其是在前夫分享与外国妻子幸福照片后更是如此。 此时,宋慧乔正在休息,参加品牌活动并准备加入新电影的拍摄。 今天早上,在社交媒体Twitter上, 观众们传播了宋慧乔和黎明稿手牵手, 穿着情侣装在机场的一系列照片。 在这两张广位传播的照片中, 黎明稿和宋慧乔穿着同样的服装, 看起来简单但足够优雅。 两人的状态非常好,高兴得向周围的人挥手致意。 据悉,由于之前两人没有公开形成, 因此他们的形象被传播出来, 让网民非常惊讶。 目前,两位演员尚未发表 有关自己的形象正在以惊人速度传播的评论。 在社交论坛上, 观众们对这对情侣的新状态非常关注。 许多人认为这对情侣正在秘密约会或有共同的形成, 但还没有向媒体公开。 对于那些长时间推传这对情侣的人来说, 这是一个好消息。 然而,不久之后, 许多宋慧乔和黎明搞的长期粉丝, 纷纷否认了这一消息。 他们说这只是拼凑的照片, 事实上, 两人没有共同的形成。 这让许多社交媒体用户感到失望, 但仍然没有忘记夸赞两位演员在同一画面中的美丽。 目前, 宋慧乔正在准备加入新电影《忏悔的代价》的拍摄工作, 而黎明搞则在拍摄电视剧《赌场风云2》之前, 已经拍摄完《问星醒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